大家好 今天是T.A.G.C 台灣汽車金卡拉錦標賽的第二站 然後在這一站我也做了一些車子的申請 就直接先講一下 最主要就是我裝了ST避震器 這一次是衝撿的 真的很高興 還會兒童弦 其實這組避震器比在前兩個禮拜就已經裝好了 那這十多天的日子裡面就是不斷的測試 調整再測試 除了測高之外啊 大部分都是在調整阻泥比較多啦 尤其是它的壓縮側的阻泥 伸張側我就維持大概比原廠的數據再加重兩個 壓縮側就會照我不同的使用需求 譬如我平常帶步就是比原廠給的數據再多加重兩到三格 然後我金卡納比賽的時候 就是比原廠數據再加重五格至六格左右 不要小看這兩三格喔 其實這兩三格給你的這個差異就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它可以讓你去做很多細微的調整 依照你不同的使用需求 你可能帶步啊去配三路啊或去比賽啊 不管是金卡納或是下賽道這樣子 我覺得它都可以真的可以充分的滿足你對於抄架的這個 需要的這個感受 就算了 不知道 只能夠尽力 然後另外就是我這一次還有做了煞車的升級 因應我之後要跑立板 我裝了駭客 這個六活塞卡鉗的煞車組 整組的一個碟盤再加來電片 還有卡鉗這樣 我來電片是用M80賽道版做一些準備 那雖然金卡那不像賽道那麼激烈啦 那為什麼要用到這麼好 因為畢竟金卡那它0.1秒0.2秒 它都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勝負之間可能就在0.3秒以內都有可能 所以你能夠讓煞車更精準 當然是更好的設計 再來就是我用了兩年多的入航AK01 然後用了兩年多其實我真的還蠻喜歡叫輪胎帶給我的感覺 你路上它你慢慢開順順開 其實它功課溫度沒有那麼快到的時候 它還蠻耐磨的 尤其它是魔耗值200 你可以用其實蠻久的這樣 那我在金卡那呢 因為金卡那操架是非常非常劇烈的 那一下大概一圈 我的功課也能夠到 然後就像一些簡單的飄雨 它就開始有龍胎的這個效果 所以我大概基本上跑了一圈之後啊 一次一回合測試之後 抓起力就開始開始上來了 接下來的表現就比較好一點 那今天早上吼 今天早上已經這個測試排位結束了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的這個路線圖長什麼樣子 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早上的測試排位圖 這個路線都是偏高速的比較多 聽說這一次不是會長的滑鼠壞掉 是博文的會長 博文的滑鼠壞掉 那這個路線啊 對沒有偏重於前區市區或後區 大家的競爭都非常平均 這個表現都沒有偏誰比較吃香啦 然後大家的表現都非常平均 所以競爭非常非常激烈 最後是當然有我們的達達 他開著三手 跑出了35秒1 然後我的話 我的表現沒有到很好 自己的手感沒有練測 表現沒有好 大概36秒41 然後我目前是 我排位是第三 測試賽我拿到第三名這樣子 這個表現我也挺滿意的啦 還可以有加強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了 接下來就是下午的PK賽 來我們來看一下路線長這樣 你說這是不是滑鼠壞掉又再壞掉 然後一直都不壞呢 太誇張了 這個路線就很明顯 就很多很刁鑽的小彎 對於手煞車是非常非常吃香 會利用手煞車的人是一定很吃香的 然後當然不會手煞車 也可以練練把路線跑好 怎麼跑好也很重要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 下午表現到底會如何呢 我會努力的 先這樣啦 掰掰 再來 再來 漂亮 滑鼠鬼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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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都開了 要起播了 衝他小 欸欸欸欸 沒事啊 沒事可以啊 你說開了 可以了 這個經過一天激烈的競爭啊 終於結束了 這次還OK啦 拿下兩個獎項 挑戰賽的第二名 然後跟錦標組測試賽的第三名 然後PK賽是因為自己失誤 去撞了追了 啊 啊 停了啊 欸欸 搞鬆啊 然後就把他拱手讓人了 相當可惜啊 這個自己的問題 那但是還蠻開心的 那看這是我的獎杯 獎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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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我以上的感想啊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啊 那其實我還有需要多一點時間 去跟他相處 去慢慢去做一些細微的調整 畢竟水位的這種避震器啊 你要需要花更多的心思 去因應一些不同的狀況 去做一些設定 然後要詳細的一些記錄下來這樣子 好 那這樣 以上 就是我們 我帥氣的86 謝謝他啦 今天真的很超 非常的超 謝謝我的STP震器 還有 艾克卡錢 還有 陸航輪胎 還有我的戰場包握殿堂 還有 魔術攻防 真的要最感謝 我帥氣的86 謝謝他啦 辛苦啦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新相機 磨皮功能好像還不錯 難人到了40歲 要認老 這個美肌模式 讚 好啦 這不是要介紹這個相機有多強啊 我是要講一下 第二站之後啊 我在車高的部分 又做了一些調整 前後軸我都各升高了一公分 又等於是我把預壓給加強了 那這對於我在主營的調校啊 又有不錯的一些心得 然後整體的舒適度支撐性 我也覺得非常滿意 也因為如此 我在第三站的時候 終於開得更加得心應手 最後也拿下PK賽的勝利 為我今年的THGC錦標賽 拿下第二座冠軍金盃 從裝好到經歷第二站 第三站金卡拉錦標賽之後 目前已經過了兩個多月快三個月的時間了吧 那很開心我最後能夠找到一個不錯的平衡點 它整體的支撐性舒適性 我都覺得可以滿足我日常生活跟比賽的需求 也很謝謝ST避震器 最後為我在金卡納錦標賽裡面帶來不錯的成績 那九月就是第四站了 希望這份優異的性能 這份好運能夠繼續為我加持下去 希望第四站也可以跑出很好的成績 並且拿下2022年度的年度總冠軍 加油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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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